哇哇哇 说完说 现在贪生狗有什么得罪你 起初有朋友推介我玩这个彩虹小马的模组那时 其实我是拒绝的 一来我就没有看过这个彩虹小马 二来我打算移同向卡通做出来的模组 应该都是些很casual的东西 然后我一看 哇! 详细角色和国家背景介绍 大量有独特国策的国家可供选择 这种想象和现实中的反差令到我觉得 不如真的来玩一次吧 虽然我真的完全不认识这个模组 我今次就会选一个水晶帝国来玩的 原因是 没有 我都不知道头不知路 随便选择 水晶帝国是由一位古代公主建立 这位天国兽为她的子民谷弓进水 见顺爱就像友谊一样 而使用那个被称为爱的力量 就是水晶帝国繁荣的关键 大家明白吗?是爱 爱 公主透过首都的水晶之心 杀布爱的力量 但很可惜 邪恶的黑精王打败了公主 并且劳逆水晶帝国的审民 然后侵略轮国小马尼亚 幸好她的阴谋都被小马尼亚的公主阻止 并且遭到放逐 水晶帝国现在就由小马尼亚扶植 稳律公主作为快女 但黑精王的威胁尚未完全解除 稳律公主可不可以在变幻的世界中维持权力呢? 就是大概背景故事了 应该是这样吧 地区一样都有详细介绍 这个世界的主要种族有小马 幻形灵 鹿 和鑽石狗 什么是鑽石狗啊? 不同种族有着独特的种族科技 还有其他特别的机制 游戏界面右手边就有个世界明星指南 会介绍世界各个特别的地方 我真的未开始玩这款游戏都已经感受到模组制作的诚意 那我们先看首都水晶城的介绍 没有水晶城就没有水晶帝国 就这样听都觉得有道理啊 原来在黑精王被打败的同时 他都对水晶帝国落了诅咒 令到水晶帝国消失了一千年那么久 就在几年之前 诅咒才刚刚解除 在小马国的帮助和稳乐公主的治理下 水晶帝国游居民难以适应现代社会 到现在逐渐走向现代化 这种地方介绍 补足背景资料的做法是真心不错的 不错还不错 我们都是要回到游戏里 完成水晶纪念日这个国策皆稳定度和政治点数之后 国策我就禁去家闻宫那里 正当一切都是朝着我与和平发展的时候 有一天 我就在水晶城的大街上 在后一位粉色的小马 他透露了自己支持黑精王的立场 并且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历史社团 等一会 这只赴月索里尼是无早自己创作出来的 暂念过病 回到刚刚的社团事件 我终于都鼓起勇气去商约好的地址 上次遇到的粉色小马已经等候多时 入到社团 我终于都将心底的疑问说出来 到底为什么要支持黑精王回归呢? 这个人肯定没有学过历史 哇!这句真是亲切到 即管就看看你想说什么 嗯...没错 水晶帝国曾经复原了阔 一天最坏都是小马尼亚的天国兽姊妹 妒忌我们国家 并且使用了一种名为霞律精华的黑暗魔法 令我们现在成为了小马尼亚的快女 说真的,由于我真的对这个世界完全不认识 我真的在想 其实会不会一开始游戏描述在骗我呢? 带着这一点好奇 我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 亦都同时真正认识社团的各个成员 为了解救黑精王 我们就要来到紫水晶大学图书馆的禁书区 尋找黑暗魔法 喂喂,等一会 你一开始不是说什么霞律精华才是黑暗魔法吗? 哎,算了,那些细节不要理了 透过控制術 大家都得以进入禁书区 得知住着黑暗之心的条件 我们马上出发到雪墓镇 然后在一处山洞里的地下湖 找到我们梦寐以求的暗影水晶 地底湖冷到嗨嗨 老虎蟹都拉多一只马来 谁叫你当初叫我加入社团吗? 任务成功了 我就开始激活水晶 接着下来就是等待了 幻形灵的国家有盖世太保 我想幻形灵应该就是影射納粹德国 黑暗之心准备奏水 去到明天一切都会改变 我们将水晶之心更换成黑暗之心 并且念读咒语 那只传说中的马 黑晶王都总算回来了 水晶帝国随即爆发内战 由于黑晶王的军队很快就控制首都 因此他也顺积取得胜利 结果黑晶王真是一如有戏描述一样 控制了小马们的心灵 送了他们入煤矿工作 就是这样 因为一群狂热分子 加上我自己的无知 就成就了一个暴君的重生 不过事已至此 我就当然不会认错了 在钢铁红森内尋找外 是否搞错了什么呢? 立刻就将稳律家族全部处决 大搞军事化 虽然稳律公主的继承者 走了到小马利亚 不过我迟早都会打过去 现在就战狼上身了 讲完一大堆故事 我都终于可以正正经经加一些军事经验 有空又种下田 突然间 撒基拉 即是我一直在说的那只粉色小马 想和我们发生超友谊的关系 糟了 难道在钢铁红森内 真的可以寻找海口 我是不是要改标题 虽然我很想体验一下 请马食柠檬的滋味 不过为了看事件 还是答应 随便吧 反正哪个选择 我现实都没试过 平等阵加入斯大林格纳 看到这个名字 真的不用解释什么 然后国策就会回到小马尼亚的战争 其实我只是想先按定 但结果小马尼亚就先发制马 向我宣战 这一幕真要命了 因为我是完全没准备好的 看回这里 我还是用初次编制 最多都只是加多支援炮 还有天马部队 那我就理解为特种部队版本的骑兵了 赫雪就快点去休火 战线这一边 你看到我是连填线都有问题 不过对家的兵 也真的只是刚好舊填线 我想这里的小马尼亚 就应该是影射着美国 加拿大这些国家 所以和现实世界线的美国一样 初期在建军上都有着相当的限制 所以兵力才会和我差不多 这里我就会放弃左边的战线 专心将仅有的兵力堆在右线 由于电脑AI不会无路推进 所以我左边其实不是那么大风险 但右边因为我集中了一些马 反而会变得有数量又小 于是我就不断地包围 切割小马尼亚的军队 外交上我准备拉顶这个幻形灵的女王做朋友 免得国土后方被背驰 直到小马国的主力都被我吃到七七八八 我就索性手动控班友直冲胜利点了 首都中心城很快陷落 但由于它的国家真的太大 所以要取得胜利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哇!这幅地图 应该就可以玩死不少地图强迫症的朋友 经过一番努力我都终于刀仔铁大树 瓊吞整个小马尼亚 然后下一个目标就到斯大林格纳 一只会劳逆市民去挖矿的马 对劳工控制土地和工厂的做法 一定是痴之以鼻啦 哇!现在用这个诚语当堂觉得自己很老 但我就被胜利充分了头脑了 没有留意到我的马力已经见底了 因为在小马国的占领部队 其实就已经扯爆了我的马力和装备 初初以为斯大林格纳是小国 但其实看回他们的士兵 原来比我还多 那没办法 我就将斯大林格纳南方的战线 缩到原有水晶帝国的边界 那边就被他任抢 反正又不是核心领土 分散他的兵就更好 而现有防线稳固之后 又再重施故技包围切割 真是 其实他有这么多装夹师来说 为什么我会看低他一线呢? 真是不明白 不过敌军继续浪费兵力 去南方占领大片没用的土地 我就继续蚕食他的兵力 等到他防线没兵马 又来直冲胜利点 赢得战争 同时我就和幻形灵的女王结婚 免得他在我未准备好的情况搞够我了 这个情景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就想起了 希特拉和史太林结婚的那个政治漫画 不知道今次我们的蜜月期又可以维持到多久呢? 喂喂喂 说完说 现在贪生狗有什么得罪你呢? 我扑你个 咳咳咳咳 好了 今次我也到达小马尼亚的筷ote 不是便是什么都干不了 下一个目标就到这个雷莱斯坦王国 是一个以 cori-牛为主要种族 customers 打凰女王最大的问题便是寶吉 所以我也记住铁路去边境 同時建立灰色公約,為的都是想百分百確保後方的安全 之後就可以安心入侵牛牛的國家 幻營靈都透過國賊做了入侵小馬國的事件 不過我拉了他入盟就應該相安無事 接下來就是新斯咒尼亞共和國 作為斯咒尼亞帝國曾經的殖民地 如今就要成為水晶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俗心友誼,說笑什麼都是權宜之計 搞定殘存的維吉爾領,再將女王逐出陣營 所以我也是說,在鋼鐵紅心那裡尋找我,是否搞錯了什麼? 老婆都一樣照反面 過了一段時間,幻營靈就向我的小馬尼亞快雷國宣戰 偉大戰爭正式開打 雖然我想模組製作者就不算是這樣的情況下打 去到這個時候,編制上我除了用一開始好夾的步兵和天馬部隊之外 今次我都會用了專用魔法武器的魔法步兵師 那我就當是精銳部隊看待了 再加重戰車型握一下金盾 戰線方面我都會集中在幻營靈的本土 那兩個幻營靈的屬國我只會不斷守一守 或者靠傀女軍隊拖一下時間就算了 由於今次準備相當充足,所以今次我真的做到平推了事 四平八穩地贏得這場戰爭 跟著再打剛剛才從幻營靈暴政下解放的北極熊 以及南方的野牛遊掌國 同時不斷降傀女的自治度 吞併它,搞定龍族聯合群島 這樣就大致完成水晶帝國稱霸大陸的位頁 至於這裡北邊的小小地就算了 畢竟我真的不想帶另一個大陸 玩完之後我都必須要說 毛組本身真是不錯的 獨特的世界觀附帶著詳細的補充解說 獨有的科技但又不會過份繁複 一些內容上的細節,例如不同種族的用字 都會因應它們的種族而改變 都令到我挺欣賞這個模組 即使我是完全不認識彩虹小馬的世界都好 都多少看到它在拍攝的國家是甚麼 但是對不起,其實我對彩虹小馬的興趣真的是一般 多少都不太投入到故事裡 地方名我都基本上是說不出的 還有我看著一些很兒童向的公仔 來到鋼鐵紅森的世界 帶著不同的政治理念做一些很成人向 很現實向的政治舉動和戰爭 我自己其實不是很match到角色的人切 以及在遊戲中發生的事情 可能是我對這套作品本身有些既定的印象 還有我真的沒有看過這套 所以我真的應該只會做這次 但就不要誤會了 單論模組質素本身,我覺得它是真正的 看看有沒有朋友有興趣 那這次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